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现在西方有一些战略学者 还有一些著名的一些对中国问题有的深刻见解的一些学者认为 世界上最大的对美国最大的潜在威胁是中国 不是ISIS 不是恐怖主义 也不是俄罗斯 那么现在至少美国已经把中国和俄罗斯并列为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 所以在今后一段时间里边 十到二十年时间里边 这个到底谁胜谁负还很难说 我有一个很深的担忧 我在推特上发过一个推文 我说假设中国联手俄罗斯 再联手朝鲜 再加上伊朗 那么这四个国家为主要的这种核心或者轴心来对美国施压 甚至是对美国形成这种包围 敌对 那么文明世界将经受最严重的考验 假如其他西方国家是只顾自顾自 至少门前雪 不在道义上和实际上参与对抗这样一种邪恶势力的这种联盟的话 那么美国就会显得非常的孤立 而且它没有足够的这种资源来对抗这四个比较邪恶的国家 所以我这个是 也许是悲观主义者的一种想法 但是我希望它不要发生 但这个可能 潜在的可能是非常清楚 如果美国不够重视 丧失了一些主要的时机 包括弱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大家都知道 而且美国已经一再强调过说 有可能减少在国际事务中的这种干预和资源上的这种供给 因为纳税人的这种意见 还有这个很多的压力 所以可能会在外部世界中所承担的角色会弱化 资源会减少 那么这样的话就有可能让这四个 我刚才提到的四个邪恶国家 有可能更加的这种咄咄逼人 这是我们应该从比较长远的战略中 应该加以重视和考虑的 因为美国代表的是世界文明的灯塔 如果这个灯塔被这四个国家能够连锁攻破的话 那将来对整个人类 对世界和平安全和长远的发展 那是一个非常大的危机 下面说您知道吴小辉最近受审 起诉他的金额说诈骗是652亿 占有资金是100个亿 您认为他会被判死刑吗 我觉得不会 因为最近这些年对一些大的贪腐案 尤其是有着非常强的权贵背景的案件 都是雷声大雨点小 就是说表面上看起来很重视 要严打 但最后的处理的结果都不是那么严重 所以我想这个一个不会 中国现在真正执行死刑的这个案例是很少的 尤其是像他这样的跟权贵家族有密切关联的人 现在要把他处于死刑 这个压力会很大 所以我想一般不会处到死刑 就算是到了最严重最严重的程度 也只是死缓而不会真的判死刑 而死缓一般往往过一段时间 就可以通过保释 保外就医 通过其他一些手段 有可能给他减刑 减刑到比如说多少年有期徒刑 所以我觉得对吴小辉这个判案 这个案件 我个人的想法就是可能会判这个十年左右的徒刑 超过十年就是比较严重了 但我想有可能是十年左右或者十年以下的徒刑 主要他目的是给这个贪腐集团一个警示 并不是真的要是伤筋动骨 所以我想他释放的信号也不会给人感觉 哎呦这个人太绝情了 就连自己的这个小圈子里边的人都要下这么狠的手 他一方面要给人感觉要有一种巨抗 但另一方面呢又不想让人感觉 他真的是跟这个贪腐集团形成真正的对立 所以我想这个我个人的判断就不会太重 对立 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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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立 判断